以天地為映 以建築為喜 就我那時候看到這個slogan 然後它整個建築就是一個玉璽的感覺 非常的有質感 比較少見 是我們真的還蠻喜歡的 有點像談戀愛一樣 就是你第一眼就知道這個行或不行 我有一個急診的學弟 他也是買地形 他很早就買 他知道我住附近嘛 懷孕的時候他就一直在跟我說 你要不要看地形一直在洗澡 地形很不錯這樣 可是因為地形它是預售 我們一開始並沒有考慮預售的 但是就市面上成屋看了一輪 我發現地形條件還是最好 室內有豬豬48 所以對我們來說兩大兩小 就是非常有功用的 其他案子可能以我們的能力 大概就是買到室內差不多40平址到頂 一走進去那個開闊感是很不夠的 大面積的那種開窗也是採光很遠 那個玻璃都已經做好了 所以我們可以感覺得到裡面的聲音 本來也是擔心說 是不是建國高架裡面會吵 進去裡面聽到 OK 那聲音是不會吵到 然後我們住在裡面 真空玻璃就把它隔絕開 它二樓有做健身房跟瑜伽教室 有好幾個案子 瑜伽教室不多 然後因為我自己會上瑜伽 就是坐個電梯下去到了就可以上課這樣 你會擔心說我錢付了 然後三五年之後 到底拿到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紅燈就是蓋地堡的嘛 彭彭本身也是評價很好的建商 所以我覺得雙品牌加持 那是一定有加分的效果 我們進去那個建築工地 就是地上沒有一個垃圾 工人吃飯的地方 像我們醫院一樣 它是有玻璃隔板 這種細節你見實驗商都有在注意到的話 我滿相信他們蓋的 會是很好的房子